还有地藏王菩萨 这是娑婆三神 那另外民间 民间呢 我们在佛刊上面有供奉观音菩萨 那他的左右呢 有这个善才童子 还有龙女 有这样的硬化的一个组合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 观音菩萨呢 他也叫做观自在 他的自在呢 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个呢 就是他的慈悲的自在 第二个呢 是他的智慧的自在 悲自都自在 所以他叫做观自在 那观自在呢 如果约智利的智慧来讲 观音的智慧呢 与所观的事理之境 通达自在 于事与理 在现象界的四项上面 在理上 缘起的道理 四地的道理 二地并观的道理 他能够通达无碍 他能够断除烦恼 他能够断除习气 那 正得诸法的实相 所以呢 观自在呢 第一个是他智慧的自在 第二个呢 是约利他的悲 慈悲跟智慧 观音的慈悲呢 于音度的众生 拔苦与乐 那 与乐拔苦 给予众生快乐 拔除众生的苦 所以呢 在浦门品里面 《华华经》的浦门品里面 他这边就有提到了 悲能拔苦 慈能与乐 他的拔苦呢 他免七难 比如说火难 水难 黑风难 就是火灾 水灾 风灾 很多人呢 在碰到灾难的时候 自成恳求观世音菩萨 其实都有不可思议的 这样的现象出现 所以观音菩萨的慈悲呢 于音度的众生 拔苦与乐 自在 他能够拔除众生的苦 能够给予众生 世俗的快乐 解脱的快乐 乃至于去向无上菩提的 悲至 这个 能够自在的 这样的一个法乐 那这个是观自在 我们说观世音菩萨呢 他是观自在 他的智慧自在 他的慈悲自在 刚才提到说 这一尊菩萨的特德 他的特色就是慈悲 那在慈悲呢 在佛典当中可以分成三类 慈悲 我们对众生慈悲 刚才提到说 第一个是给众生快乐 第二个呢 是拔除众生的苦 那如果说我们 也能够跟这尊菩萨一样 与乐 乐拔苦 那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观世音的 我们希望 观世音给我们协助 给我们帮助 给我们世俗的帮助 给我们佛法的帮助 其实我们也要学 观世音菩萨 给众生 与乐与拔苦 那这样子呢 每一个地方都有观世音 时时都有观世音 这个慈跟悲呢 就是与乐跟拔苦 它有三个层次 它有世间的 二圣的 大圣的 世间的叫做众生圆慈 生圆慈悲 第二个呢 法缘慈悲 第三个 无缘慈悲 第一个 众生圆慈 众生的 缘众生的 而生起的慈悲呢 这是世间的 我们在世间呢 缘诸众生 我们缘众生 娱乐拔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恶圣 恶圣是解脱的 那恶圣呢 是法缘慈悲 那恶圣人呢 他因为要去入于解脱 断除烦恼 正得我空 所以 缘诸众生 但是 五蕴的 孕缘法 无有我 无有人 五蕴皆空 而 生起这个慈悲 这个是 法缘慈 第三个呢 是无缘慈悲 这是大圣 大圣呢 观一切法 必尽空极 他能够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刚才提到说 观自在呢 他是慈悲跟智慧的自在 所以呢 他悲至双印 能够恶地并观 这边的观一切法 必尽空极呢 他也是恶地并观的 一类 恶地并观呢 就是 世间跟初世间呢 他能够恶地并观 烦恼 及补体 恶地并观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能够恶地并观 这个在我们后面 我们会提到 他名为观世音呢 在三部经典里面 有大略提到 第一个在悲华经里面 提到了 史曰菩萨 因地 俱大悲心 我们在因地的时候 就要俱大悲心 如果说 呃 陈佛是一个国报 那因地菩萨 我们算不算因地菩萨 我们算吧 那观世音菩萨呢 有没有跟我们不一样 或是我们 有没有跟观世音菩萨 不一样 在悲华经里面 史曰菩萨 因地 他就俱有大悲心 普令众生 离苦得乐 请问大家 你们现在 有没有发这种大心 普令众生 离苦得乐 但愿众生 得离苦 不为自己求安乐 有没有 妈 没有妈 我们只希望说 有一个观世音菩萨 来救度我们 其实我们应该 学观音菩萨 如果我们能够 跟观音菩萨一样 在因地就发大悲心 普令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这个就是一个慈悲 而且 最高呢 他要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无所知取 第二个 在嫩言经里面 在悲华经里面 他说 在因地发 大慈悲 令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呢 保障佛 受祭 这尊菩萨呢 叫做观世音 在嫩言经呢 此曰菩萨修 耳根不向外文 也就是他修 耳根源通法门 这个是在我们 这个后面 第九项 耳根源通法门 那观世音如来呢 就受祭这尊菩萨 叫做观世音 第三部经呢 是在法华经里面 此曰菩萨立身 有苦难的众生 只要称名 观世音菩萨 那观世音菩萨呢 就能寻生就苦 在因地里面呢 菩萨呢 他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能不能 学了观世音菩萨以后呢 我们也去实践观世音菩萨 那实践如何实践呢 就是这里 如果有众生 有苦难 称名 称名观世音菩萨 如果称名你的名字呢 你会不会寻生就苦 他是说 最近耳朵不太好 听不太清楚 你有什么苦难 再讲一遍 这个就有没有 行生就苦呢 我们听了 听闻了 观音的修行法门 他为什么色积 那么广 色受众生那么广 就是因为 他有这个大悲心 有这个大悲心呢 去利益众生 那接下来我们看观音菩萨是什么人 那第一个呢 他是过去佛 也叫做正法名如来 第二个呢 他是阿弥陀佛的弟子 在西方三圣里面 他是左右邪士 左右侍从 第三个呢 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在藏传里面 有提到说 观音菩萨呢 他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第四个呢 他是等觉位菩萨 等觉庙觉 我们说华言经的五十二个阶位 时信时柱 时行时回向 时地 等觉庙觉 那他已经是 灵 进入佛位 他是一身补处的菩萨 第五个呢 有说他是时柱 的初柱菩萨 第六个呢 有说他是时回向的 第七回向的菩萨 那我们如果说 以观自在菩萨的那个观自在 真正能够得到自在呢 是八地菩萨 他有这个 于设法的自在 于心的自在 是在八地 他叫观自在 也有说初地 初地因为 他断我空 他可以得到 对法的自在 那还有一个阶位 第三个阶位呢 是圣洁行地 就是 时柱时行时回向 都可以叫做观自在菩萨 所以观音菩萨是什么人 他是过去佛 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他是等觉位的菩萨 他是阿弥陀佛的弟子等等 有很多类 那还有一说呢 是观音菩萨呢 不是一个特定的人 什么意思 只要具有大慈大悲 寻生救苦 利益一切众生的 那个人就叫做什么呢 那个人就是观音菩萨 所以呢 大家有没有机会做观音菩萨 有没有 各个有机会 各个没把握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大悲 我们没有什么 没有大智 所以 注意了 各个有机会当什么呢 观音菩萨 只要我们的实践 跟观音菩萨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当观音菩萨 那 接下来我们看他的道场在哪里 观音菩萨的道场 第一个在南印度的普陀洛家 那第二个呢 是在中国的浙江的普陀山 第三个是在西藏的拉萨的布达拉宫 那第四个呢 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那观音菩萨的道场呢 总共在这边介绍 大概有四个 那在中国的浙江的普陀山呢 他为什么成为观音菩萨的道场 我们说四大名山 那相传呢 在后梁时代 有一个日本的出家僧人 他的名字叫做 惠二法师到五台山 参拜文书道场 看到一尊观音菩萨非常庄严 他就想要 偷回去日本供养 他就买船 然后将圣像呢 想要帮他请走 结果呢 这个船到了浙江的 这个定海的舟山群岛 就是这个普陀山这个地方 出现了很多的铁莲花 三日三夜把这个船绑住了 那这个惠二法师的 他想说 他想要偷回这个佛像呢 这是不对的 后来他就忏悔 跟观音菩萨忏悔 这个船呢 就死到这个潮音洞的附近 他就停下来了 那后来呢 他就从这个潮音洞这边呢 就上来 上来之后 就把这个观音菩萨的圣像呢 就供奉在这个普陀山这里 所以呢 这边呢 被供奉的这个地方呢 也被称为不肯去观音院 不肯去观音院 不肯去哪里 不肯去日本 好 这是我们在中国浙江的普陀山 那另外呢 观音的道场 在西藏的拉萨的布达拉宫 那布达拉宫呢 他其实他的翻译呢 也是从泛语的这个普陀山翻译而来 他也有不肯去观音院